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亞洲國家之中 最大的活禽出口國 每個月的出口量有三百多萬隻 但這裡的雞有甚麼特別 你有聽過馬拉雞嗎 馬拉雞就是馬來西亞的雞 比起平時的雞 比較小和瘦 脂肪相對比較少 吃起來肉質會比較結實 我們馬上去找雞有甚麼不同 現在就去吃馬來西亞 最傳統的海南雞飯了 廚師很猛烈 有多猛烈 何師傅,你好 你好… 你知道何師傅很厲害嗎 他是皇室御用的徒師 這是從2006年至2015年 我從加蘭丹開始 做的皇室就是加蘭丹的皇室 因為皇室是清真 屬於會教徒 我又要把食物 變成會教徒可以吃的食物 他們想吃甚麼 他們不會跟我說 他們去其他國家買雜誌 看了那種東西時 他們說我想吃這東西 兩小時後,你會送進皇宮 在皇室內 很大壓力 如果你突然收到一隻燒鵝 你也要自己去燒 對 真的很久 兩個小時後,你一定要做好 今天要做一個傳統的全雞宴 以前的人工作在工場地 例如食礦、米礦那些地方 將飯煮成一個有味道的海南雞飯 然後再把雞肉塞進去 所以要保暖 很搞笑 跟我們想像中的海南雞飯 完全不一樣 如果是傳統的海南雞飯 你就要自己手拿飯 我們是否可以試試 最原始的海南雞飯團 可以 先壓住底部 壓住,很緊 壓住底部 要壓住 我想說這道飯是一直飄出香味 這樣夠緊嗎 做一塊雞肉 好,來 然後放一點醬油 加上醬油真的很容易散 很… 這就是校功夫 為何可以變成一個球 因為手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左邊盒,右邊而已 對了,這樣就握住了 好 這就變成四角形了 如果我這樣拿給皇室吃 會否被人斬頭 折… 對 他們自己會跟你說一句 拖出去斬頭 這麼恐怖?我想他真的… 對 所以說伴君如伴虎 所以在皇室的日子也不太好過 糟糕了,我們倆真的糟糕了 我決定這樣的形狀 好像最實正 最實正的就是三角形 好像我也不錯 你好像很不錯 已經接近圓形 你好像很不錯 已經很漂亮了 現在是… 是栗子形 一咬即散 真是的 真是的,咬即散 我略嫌不夠多雞 我剛才咬的一大口 我也沒有找到自己的雞 因為那隻雞不迷在中間 因為我很喜歡飯、雞、薑蓉、豉油 剛好甚麼都有 一口吃進去的感覺 一口的感覺很好 對 剛好那種感覺 這個會配碗湯嗎 我們也會配搭湯 但飯糰基本上以前的傳統沒有湯 但師傅,我覺得我一直吃 好像很狠狠 我可以再小粒一點嗎 可以的,方便女生 女生口很小 對 像飯糰一樣,這麼小粒 所以就是一口飯糰 你可以嘗嘗 我不客氣了 我覺得可以自己做的嗎 蒜蓉、豉油 還有雞是否放在表面 當我放進口裡 我的口第一次接觸的就是牠們 很好吃 然後咬一下,全部融化 一看就很和諧 而且是很和諧 說明這次是吃全雞宴 吃完最傳統的海南雞飯 我們嘗嘗其他何師傅獨創的菜式 最特別是有粵式叉燒雞 叉燒雞真的聽也沒聽過 但吃下去… 沒分別 沒甚麼分別 跟叉燒? 那你真是很像叉燒 很像 不,它是直接叉燒 對… 但因為… 但因為我們沒有吃過叉燒 只是雞肉 我喜歡牠的東西 平日用豬肉拌肥瘦 有點油香 這些只是瘦肉 它不會硬成 又不粗,又不會很韌 只是一咬就化開了 這隻是向外的主角,馬拉華雞 基本上馬拉華雞是很瘦的 是欣挑鬼名的 很小隻,沒甚麼肉 我看到牠連雞皮也不會很胖 對,很胖的雞皮 所以因為缺手地雞的運動多 人們說看飲食節目很有雞味 但真的有雞味 不是開玩笑,不是亂說 所以我真的要尊重地向大家澄清 雞肉真的很有雞味 師傅做給我的一口海南雞飯糰 我真的很喜歡吃 我想我可以吃到八至十粒 因為真的很棒 至於這個我做的飯糰 我不要了,給你吧,有一點散 優宇,為何你這麼想看到皇室 師傅,其實我有個小八卦 因為我聽人說皇室很容易弱出來 是真的嗎 如果你真的碰到牠,你會做甚麼 我會… 喝一杯吧,夠了 有山城之稱的宜寶 四處都是山和洞穴 以前馬來西亞是全球最大的石礦產業 你看這裡,一個洞就多大 這個極樂洞是以前的礦洞之一 現在是一個旅遊熱點 穿過洞後,現在去了另一個世界 沒錯,簡直是世外桃園 美經在前面 空氣清新 還有小動物 很久不見 在哪裡買這些東西吃的 三元一包 就是餵牠們的 魚餵的魚 魚也可以嗎 魚餵的魚 很搞笑 不吃 我們先試試親近 我最好有點害怕 行嗎 你… 很害怕 很害怕 牠為何一直看著我姐 我嗎 我嗎 我沒有東西吃,對不起 牠吃我的鞋帶 為甚麼 我可否嘗試拿你的包糧 你放在手上吧 肯定不會吃我 你不吃,你不吃 肯定不會吃 你可以這樣拿牠的頸 小朋友 牠飽了 你不要叫我,嚇死我 我第一次這麼近 牠們跟我接觸 牠只是跟著你們 來,來這裡吧,好嗎 牠是小小的 我真的嗎 不喜歡我們 你們沒有狗仔 你們沒有狗仔 麻煩你,謝謝你們 對,謝謝 真的嗎 再見 你們很喜歡 再見 那邊有一條隊 我們先跟著大隊 跟著大隊… 先排隊 牠真的不喜歡我們 等等 去哪裡 別不理會我們 你們全部都去哪裡 原來叫我們下水跟牠們玩 那我們快點追牠們吧 我們很帥 對,穿小狗生衣 其實是做甚麼 你以為是玩激流嗎 對 其實不是煙 你看看 很浪漫 鴨仔船 很浪漫,為甚麼要跟你 你想跟誰 你想跟哪一個 你吧 就是我,對嗎 我們來了 還有一圈棍球 還有一圈棍球 我們現在靠右一點 你真的懂得去操控牠嗎 我棍球一圈棍球 好,交給你吧 左中右也挺敏感的 這是左中右 你操控得很好 這個感覺很棒 以為自己… 以為自己關上車 對,沒錯 而且左右之分一定要很清楚 才可以玩到這艘船 真的太敏感了 知道我扮誰嗎 誰 怎麼搞的 你知道我扮誰嗎 我不知道 誰,誰會扮誰 怎麼搞的 真的不知道,開鼓吧 托海,怎麼搞的 後文節一點 沒錯,沒有共鳴 還要掉頭 沒問題 我們先向後 好 成功了 很香 很厲害,牠的船 牠的船經常說錯了 好 這裡沒有雞肉,只有我而已 不要緊,當作做運動吧 順道親親大自然欣賞風景也好 我們下一集再找過 好 Renee 是 你知道分成有一樣食物 可以讓你舔完十隻手指嗎 十隻手指這麼誇張? 是甚麼 就是… 鹽焗雞 真的就是這些嗎 是,那快點吧 去吧… 鹽焗馬拉雞是馬來西亞一道 很知名的古法家常菜 而這間鹽焗雞餐廳 已經開業近20年 在檳城非常有名 以及受歡迎 還有很多遊客 買真空包裝,帶上飛機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它有名 因為一進來就看到坐滿了人 每個人都吃得很美味 好像真的很好吃 究竟跟我們平時吃的鹽焗雞有甚麼分別 在未吃之前 我們問老闆有甚麼秘訣 偷偷試也好嗎 劉先生,你好 你好… Josen,你好 這是鹽焗雞嗎 對,透過鹽氣焗出來的雞 就叫做鹽焗雞 對身體非常健康 雞每天早上是湯,很新鮮 當他們送來後,我們的工人就在這裡洗 洗乾淨後,將它涼乾 所以不會再滴,就可以爆了 在盆著的同時,我們這鍋鹽已經燜 已經燜,在燜,在焗 鹽有位置燜多久嗎 要…至少這裡有四個鐘點 把雞包好了,放進去,蓋著 你們的工人 劉先生,我們可否嘗試剷鹽 好,你小心 很熱,在這位置 我真的…這裡很熱 我真的全都是真材實料 不是騙人的 先幫我們看看是否騙人 這個鹽香味又上來了 你有聞到嗎 聞到那個菇嗎 有… 其實也真的很重 對,我們無法剷最低的鹽 因為這裡太多了 這裡真的有幾十公斤,四十公斤 公斤 對,是騙筋 一定要用海鹽才做 一定要用海鹽就可以做 它的氣體夠重 腰筋終於動下去 不能動太多 不可以變得太乾的鹽 對,我們回來了就不行了 我真的嗎 對不起… 對,回來了就不行了 不要再弄亂當了,我們幫忙包雞 算吧 我這麼天資聰明 一看劉先生包完就懂得怎樣包 其實我已經看到了 這麼厲害?他的腳要怎樣縮起來 應該不可以脫開 他應該這樣夾起來 真的很像包聖誕禮物 我們嘗試放手看他能否彈 也挺有趣 他的樣子很聰明 很聰明 聰明,很像 一次就可以包得這麼漂亮 像嗎 真心嗎 對,正確,要這樣包 這裡有當歸,要放當歸 是這樣嗎 不是放進去嗎 可以的… 你真的很喜歡當歸 原汁原味,有魚 很多 通常包禮物是對焗的 對焗的 對 好像很專業 我是這樣的 是嗎?我想要的 對,拉絲,兩邊拉絲 你真的可以嗎 對 好像有多少不對 這處是偷雞的 你踢出去,麻煩這個位置 看看怎樣 我們現在真正學一次 這是角度角 要先用一鐘 按一下 按住它,完成一下 其實你是九成的了 對,差一點 九成的,對 這樣吧,扣上來 扣上來,拉上去 這樣就很完成了 挺好的 這樣就可以了 對,然後切成畫面就可以了 我是這樣的 對,就是這樣 很厲害,我又要你 放在這裡 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一份紙,好 成果 太好了 我已經流汗了 我也是 我首先要脫下手 錢很難賺 所以劉先生,你真是很矮大 對,很厲害 對,我們現在已經很熱 那我們出去,應該可以等吃 好,等吃了 好,走… 有原味鹽焗雞 又有當歸味鹽焗雞 我不選了 我們試完兩款口味 我們現在面前有兩隻雞 你猜猜哪一款是當歸味 我覺得是這個 因為它像當歸味 魚皮,是嗎 對… 這麼特別 我們是否要自己找一找它 可能要吃才知道它是甚麼 給你的 雞皮有兩隻 我要吃光了 工作人員打算我們會留下來 對 當我撕的時候,它很濃烈 就是它很汁 對,很汁 然後你看到我一刷 其實其他骨都連起來 代表它是… 焗得剛剛好,又汁 我現在試試一下 我想它是鹽味 鹽味 鹽汁鹽味 其實它全部調味料沒有 只有鹽,真的鹽焗雞 這個很有味 如果在香港吃鹽焗雞的時候 它們會預備一碟醬油 或者一碟真的鹽 例如粉紅色鹽、硬鹽 那些是讓你蘸的 但我們完全不需要任何醬汁 就這樣蘸它自己本身的精華 醬汁就已經很夠味 它的味道超越了豉油雞 一定要吃它的雞皮 因為它已經薄得黏著肉 不如嘗嘗雞胸吧 對 因為雞胸通常最容易出事 它是一絲… 看裡面的醬汁都在裡面 可以蘸這瓶嗎 蘸吧 真的,這個完全不會… 蘸了更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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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蘸了更好吃 給雞的精華嗎 對,精華 而且我覺得香港比較沒有這種文化 即是用手的… 會唱嗎 還要用手撕雞,像圓一隻雞一樣 對 我只是第一次而已 我們可以打開當歸味 這個當歸味比我想中好吃 真的很好吃 其實不是那種很厲害的中藥味 因為它會攻擊你的味蕾 吃完後,後面有一點點飄出來 我一開始吃下去 我還沒感覺到有分別 是慢慢咬一咬,它才會出來 即是不是那種… 即是一咬就咬你很大的味道 你看很多汁 你看多多汁 你說的滴雞精是否就是這些 對,可能滴雞精 可能就是咬到雞最精華的部分 現在有雞精華 糟了,我們吃光了 公主人員,露啤我們 我們再點兩隻給他們吃 我們吃光了 有甚麼?想撻嗎 想撻東西嗎 真的很滿足 好吃得要選手指 如果可以配上一杯飲料就很棒 有服務有服務,馬上幫你叫 現在整個口都是雞油、雞味 那要喝一喝東西 對,要先清口口 我這一杯在檳城很出名的 叫白豆扣 老闆推介我喝的養生飲品 二米、九幾、紅棗 豆扣其實是一種花 在這裡會讓人造成精油、茶忌廉 也會加這個花 但其實它也可以造成野飲 好 怎麼了 不,即是… 你讓我嘗嘗吧 你解釋… 有點像我們平時去某些酒店 有股香味 你聞到那股香薰的味道 但現在喝了口感 我明白你說的 對 平時會以為是香水 因為你聞起來 你不覺得原來是這麼濃的味道 很成功,它已經完全成功 遮蓋了雞尾 對… 我的口很清潔 我的口很清潔 但它是清新的… 這杯一定沒問題吧 她知道你唏噓 她推介養生飲品 特地一定要安排這杯 適合你喝,馬上淡 馬上淡 因為我一向很喜歡喝這些養生飲品 尤其是有紅棗成分的飲品 所以是否很好喝 好喝很多 好喝 給你吧 別客氣 給你吧,別客氣 我覺得這個鹽焗雞簡直是我的減肥 雞肉也夠嫩,皮也夠薄 完全沒有雞油,真的很棒 而且我一定會選當歸味 實在太香了 我覺得這個當歸鹽焗雞 除了吃的時候很補身之外 它做的時候已經夠補身了 我在裡面焗雞之外焗人 我整個好像焗梳娜一樣 你看到我的皮膚好像變好了嗎 紅薄薄,因為真的太補了 你看到我的皮膚 你待會要用紙巾擦開 對,我真的要 對,辛苦了 好,待會請你吃雞… 請你吃多一點 我吃完整隻才好